中国商飞证实不再有CR929 俄罗斯赛议退出 C929将走得更稳 近日在2023浦江创新论坛的主论坛全体大会上 中国商飞董事长贺东峰在介绍中国大飞机的发展时表示 该公司已初步形成了ARJ21、C919、C929等产品线 产品的发展实现了从0到1 C929正处于初步设计阶段 航程将达到12000公里 覆盖的座级别在250到350座之间 这是中国方面首次证实CR929已经变成了C929 此前俄罗斯联合飞机公司在军队2023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宣布 他们正式退出了CR929远程大飞机项目 俄罗斯将不再作为地位平等的联合设计和联合投资方 而是作为一个供计商 继续参与商飞的929飞机项目 俄罗斯副总理尤里鲍里索夫 早前在未来工程师论坛上表示 中国合作的CR929项目并不乐观 项目并未朝着适合俄罗斯的方向发展 中方在项目中对俄罗斯的需求越来越少 而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俄罗斯退出CR929项目对中国的好处是 首先 避免了中国与俄罗斯在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分歧进一步放大 影响项目的推进 甚至还影响到两国的战略呼吸 CR929是普京定调的中俄合作项目 理想化的状态是 可以利用俄罗斯在大飞机研发领域的技术优势 以及中国商飞所拥有的市场优势 但是随着CR929项目的推进 出现了俄罗斯方面不愿意分享技术 中国不愿意分享市场的情况 再加上俄罗斯一直在两条腿走路 也就是他们在同步推进国产大飞机计划 而在CR929项目上 不愿意展示其坚定的国家意识 双方的分歧实际上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了 如果没有俄部冲突 CR929的推进也不一定会很顺利 如今被西方媒体放大宣传的双方的矛盾 反而会影响到中俄战略互信 第二 俄罗斯已经失去成为CR929合作方的资格 主要原因是没有让中国感兴趣的技术 而且还会产生不可预测的沟通成本 导致项目遥遥无期 第二个原因的本质就是随着中国商飞 在研发大飞机领域的经验和技术越来越高 对俄罗斯的要求也会提升 而俄罗斯所有的那些经验早已经不堪大用了 这也是俄方说出的 中国在项目中对俄罗斯的需求越来越少 而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句话确实是真实情况的反应 因为俄罗斯拿不出有吸引力的东西 甚至在发动机项目上也遥遥无期 双方继续折腾 无非就是增加沟通的成本 甚至是在浪费实业 第三 中国完全可以用全球最高的安全标准来推进项目 可以广泛采用先进供应链 可以加速项目的进度 如果让俄罗斯参与CR929 就不可避免的就要多采用俄罗斯生产的关键零部件 问题是俄罗斯航空业并不能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来提供这样的部件 中国最终是要把CR929卖到全世界的 因此必须要整合全球供应链 双方在这方面的矛盾也很难调和 第四 完全由中国主导 我们就不必太着急推进该项目 而是可以走得更稳 由于C919的推进相对比较劲力 而且这个级别的飞机 其市场占有率非常高 中国对CR929并不需要太着急 而俄罗斯航空公司因为受到西方制裁 更希望尽快推进项目 这也是一大矛盾点 接下来 中国完全可以先搞好C919的商业运营 积累更丰富的经验 然后稳步推进C929 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总体而言 俄罗斯因为俄部冲突 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最终选择退出CR929项目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是战役的撤离 中国商飞集团现在有技术 也有中国这个大市场 完全有实力 搞出最高安全标准的C929 对此我们完全有信心 当然也不必太着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